欢迎看东亚 一起来聚焦韩国的经济前景 韩国总统尹席月 特赦三星电子副董事长李再荣 他在恢复公民权之后 出席京基道龙仁市三星电子气星园区 举行次世代半导体研发园区的动工仪式 宣布投资20兆韩元 换算一下高达台币4800亿 研发的内容包括记忆体 无厂 系统半导体 晶元代工这些半导体相关核心技术 请问副执行长 从三星掌门人大动作来看 三星面临哪些困境 李再荣重金狂杂 技术发展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契机 当然我们从三星会长 他现在用着这样的手法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其实现在非常在意的 就是技术上的落后 我们知道世界上半导体 特别是这个高 比较高水平的 高科技应用上面的这个半导体 主要现在供应的来源是来自于台湾 那韩国三星的这个竞争力 已经稍微已经落后台湾了 大概1.5个世代左右 那如何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 缩短这个距离 那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 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三星之前也有提过 要去这个美国来设厂 然后同时呢 美国也开始跟三星要要求 有所谓的chip flow之中 也要希望跟韩国有更多的合作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三星他们很希望能够从 这个技术的提升 还有包括人才的预程上面 让他们在半导体产业上面的 应用上面能够加快脚步 而三星又跟其他 这个跟台湾最大的不同是 它不是只有设计中间材货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它还有做一个整体的 由这个开始的原料原组件 到供应链 到最后面的这个产品制成之中 它都有这个参与在其中 而且呢 它跟台湾比较起来的话 它更担心的就是产业链 供应链的不稳 所以我们从中间也可以看到说 三星现在开始做这个投资 同时它也要求政府 也跟政府合作 是希望能够确保 他们产应链的供应链的稳定 那同时不要中间有锻链 那同时它也希望说 能够营造一个更好的气氛和环境 同时也要避免像是之前 韩日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所造成的这个原物料的 这个受制于其他国家的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三星的这个杂重金 技术发展上面呢 它不只是在制程上面 在它的这个原物料 还有包括它人才的部分呢 它都希望呢 能够带来一个整体生态性的改变 我想这个是 李再荣现在的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工作 是哦 三星面临的考验 不只是像是高端技术的部分 包括接下来的整个人才的考量跟培养 也都是后续的问题 但是毕竟特赦还是有政治面的考量 南韩政府指出 特赦李再荣的理由是 为了借由活化经济来克服经济危机 李再荣得知将获得特赦时也强调 会为国家经济竭尽全力 不过韩民族日报的社论却指出 赦免伤人的负面影响多到数不清 除了破坏正义 更损害南韩在全球舞台的信誉 韩国政府以政治手段处理司法问题 有没有负面的影响 蔡教授您的看法 这个负面影响的话 要看所谓的一个结果 来做一个怎么讲呢 因为你如果说结果很好 当然国民就会比较能够去做一个接受 我个人认为 韩国民族有点像蒙古民族那个感觉 就比较彪悍 那比较彪悍的话 我们看一下 韩国现在的做法 就等于是以前日本的一个做法 因为他们半导体虽然对韩国很重要 可是他们很麻烦一点 去负他不大敢去做一个加入 可是台湾 美国 日本 已经站在同一个阵线 阵营上面 那这个阵营的话 如果说对打到韩国的话 那你韩国是不是等于一打三 那这一打三的话 是不是你就会跟过去日本 80年代的一个打法是一样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他的解释 也就是所谓的上有中有下有都自己来做 可是我们台湾是跟美国包含的 我们跟日本也就包含了 所以这个政治的副作用的话 就要看它的经济效果 经济效果如果很好的话 那政治的副作用的话 就会被盖过去 那如果说你这个砸了这么多钱下去的话 你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一个效果出来的话 人家自然就会去做一个检讨 而且我们注意看 他一讲的就是所谓的研发 为什么研发 因为我们希望把韩国带上来 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结果 好 韩国三星大手笔投资 我们持续关注这个议题 同时台日半导体合作也没停过 日本索尼集团 索尼半导体制造的社长 山口一扬 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表示 这次台积电赴日设厂 对于细导九州的复活 发挥触发的作用 日本经济产业省 推动人才育成 产观学界纷纷动起来 这也是近十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虽然未来或许可以跟台积电互抢人才 给Sony带来刺激 必须正面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请问陈老师 在人才养成的部分 台日各具备何种优势 日本的部分台湾是因为集中了 因为大部分的产业起薪太低 3万块以下的产业非常的多 所以某些产业或特定的产业 直接讲台积电好了 他把薪资无限的往上拉 当然会把第一流的人拉进去 好事坏事 这个以后副作用也许会看到 但是日本的话刚好相反 去到什么公司 包括文科理科 薪水一模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选项非常的多 然后大公司的系统 日本随便举100家 台湾如果你要念给我听 20家叫得出名字的公司 都有点困难 而且没品牌 日本全部都是品牌 所以也就是说社会的认知度 还有薪水的结构差距很大 我们选项少 日本的年轻人选项多 但是当然台积电到九州去 到熊本去 仍然是非常大的起爆季 比如说起薪比一般的日本企业 多了8万块 就是新鲜人 新鲜人的起薪比其他的企业 多出了8万块日币 多少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别人不跟进不行 所以包括日立 包括东芝 在九州相关的厂的公司 甚至跟半导体无关的本田纪严 就是做汽车的轰达 都已经提出了对策 好的年轻人被台积电抢走怎么办 所以日本企业是非常重视 人才的养成 所以抢到好的年轻人是影响社运 因为大学刚毕业的人进了某个大公司 有一天会当社长的 跟我们这边永远当不到社长 或韩国也当不到社长 系统上完全不一样 所以两边对于人才的看法相当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方面各有各的弱点 所以怎么样去调整不知道 但是在今天看起来 台积电到九州去设厂是一个大实验 我当然希望它成功 对日本也会带来好处 也就是说对于包括人才养成 包括技术等等 还有员工的训练 让大家更为吃苦耐劳 开始制造工作的乐趣等等 好 日本祭出了高薪手段要抢人才 能不能奏效还要观察 任何经济合作当然伴随一定的风险 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的长官李昌阳 23号表示 将评估是否针对美国降低通膨法案 向WTO提起申诉 这项法案可能违反WTO规则 跟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降低通膨法案 为北美组装的电动车 美辆提供7500美元税收抵免 还要求电池中的关键原料 一定的比例必须要留在北美生产 白宫一方面要求南韩加入chip4 但另一方面又创造 不利于南韩电动车产业的规则 请问副执行长 尹熙约政府要如何应对 来自于美方巨大的压力 是的 韩国事实上 从1997金融风暴之后 它就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融入世界的自由贸易的体系之中 那同时呢 他们对于这一个现在的贸易的这个法案 要如何来去推动 让他们做一个更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环境呢 事实上是琢磨盛身 那中间最重要一点是 韩国已经选定电动车是他们下一个次世代要发展的产业 包括电动车里面的汽车 汽车用电池 还有包括电动车里面的这一个这个所谓的chips的这个载 还有再包括它这个控制的系统 都是韩国 特别是现代 现在是现代汽车 现在是非常着重于发展的重点 所以韩国对于这个美国 针对他们本土里面的降低通膨的这个法案 所做出的一些措施 当然会觉得说有些不公平的地方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每一个国家现在都想要解决就是内部的通膨问题 解决通膨问题 最重要还是要充分就业 那同时还要让经济持续的发展 所以美国它现在用的方式就是 持续的让这个本土企业发展的方式 所以它有一些减免和优惠的方式 但是会不会是造成这个所谓的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这要直接到这一个贸易的战场里面来去做谈判 以及要来做一些这一个诉讼的方式 所以我想韩国他们就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抓住现在的游戏规则 所以他们试图用游戏规则来营造对他们有利的环境 那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部分 游戏规则公不公平 上了战场才知道 东亚经济安保的议题最近非常火热 背后需要科技实力之外 再来就是国防实力的支撑 南韩与美国22号展开已知自由护盾联合演习 动用飞机军舰坦克以及可能数万名部队 美韩双方都指出演习为防卫性质 两军将演练无人机攻击 网路战这些新的战争形态 假设敌军攻击港口机场 半导体工厂等等主要产业设施 或者国家重点设施 2018年开始 美韩双方就中断团级规模以上联合演习 但如今军演恢复 这意味着什么 您请问蔡教授 我们用NHK的名词来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 他们要叫战略连结 那什么叫战略连结 也就是所谓的朝鲜霸佬的问题 跟所谓的台湾问题的话 它事实上是连结在一块 因为过去而言的话 他们韩国的上一阵政权 他是希望跟北韩稍微好好的一个相处 但是现在已经是说会反过来 也就是恢复到以前的一个演习 那北韩呢 因为它北韩会跟中国会结合在一块 因为对美国而言 它如果说同时面对朝鲜半岛问题 跟台湾海峡的这个问题的话 大陆的话它就会去分析 你美国是不是有办法去做一个反应过来 所以韩国的角色当然自然就会被更重要 因为如果说韩国跟过去是一样的话 对北韩没有太多的一个军事演 它可能北韩势力就会再旁大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日本又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点 这个军演里面北韩它也试射了 而且这个军演又跟着上一次所谓的大陆 对台海附近的一个军演 就连结上去 就会看到好像说两个是结合在一块的一个情况 那北韩的飞弹是不是能够突破日本的防空系统呢 这是日方它去很重视的一个点 所以NHK它才会去解释 原来朝鲜半岛跟我们台湾海峡 是叫做战略连结 两个是互相呼应的一个情况的 好 另一方面还要带大家关注 南韩加速推动加密货币交易所 能不能在东亚夺冠 岸田政府宣布明年重启核能发电 东亚产业能源大转型的时代 台湾处在什么位置 您一定要掌握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